各位朋友 你們好 現在又來到深夜 昨天看完《中年好聲音3》 都要講講 但問題是 我剛做完事 開東章 又擺一擺掛 看看有什麼社會慘況負面 又看看 擺掛一下 看到這件事 很多網友都說 它會不會是河馬事件豪華版的2.0版 這些事件 因為可白事件已經擾揚了很久 接著這件事件 我講講可白事件的時候 已經講了 在現在大圍環境這麼差的時候 整個世界這麼差的時候 在家庭爭拗的層面 關乎錢金上的東西 或者感情上的東西 都很容易出現問題 因為大圍環境不行的時候 很多人要想辦法 要生存 生活 以往開始大的時候 現在又要想 如何維持生活 這些事件的確是很煩惱的事 好 講這些敏感事件之前 我又要阻礙大家一點時間 我要聲明 我的頻道 希望可以開解到其他人 希望可以幫到手 如果你說一味浸淫在庫面裡面 又要吵架用東西 我這條頻道就不是了 所以如果不適合的朋友 請兒獄報告隔離台就可以了 我這條頻道就很希望 發放 帶給大家一些正能量 因為每個人都會犯錯 我這條頻道就是希望 在塵世間裡面 希望可以幫到一些人 可以化解自己犯的錯 或者補償自己犯的錯 諸如此類 應該很多觀眾朋友 都會有這樣的經驗 多多少少都會犯錯 不可能沒有錯 如果沒有錯 就是你是神 正式說這件事 首先我要分析 這條影片在最後的環境 最後的環境 就是導演剪接出來的時候 當然是引導觀眾 會去看下一集 他在對答中 對答了一兩句 女兒就說 你四十多年來 都敢來對我 然後他爸爸就說 你四十多年來才來搞我 這句話 在哲女行奸 心理上其實 其實原本應該有機會 有機會 其實他們是有辦法商量的 而他這位爸爸 可能未至於去到最差 當然了 八一、小三這件事 就不能夠被俗世 或者社會接受 因為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社會的悲哀 我先分析這位吳爸爸 這位吳爸爸 說真的他是做生意 我也是做過一些小生意 他片中看到他七月 那裏有些進帳 有三百萬、三百萬 即是有六百萬是進帳 那個進帳 不知道是否匯入 這位吳爸爸的戶口 但如果有一個月裏面 或者兩個月裏面 有這樣的數字 在現今的社會裏面 這間公司都是屬於 不是中上都中等 大公司是未到的 因為真正的大公司 它是用千萬計 就是匯入 不是這個數字 好了 去到一個中等或中上的公司裏面 怎樣去營運呢 在這條片裏面 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沒有說到 他的公司是做什麼的 只是說股東 就是吳爸爸和吳媽媽 然後這位女士 報東章這位女士 即是女兒 就有一個大哥哥去了加拿大 好了 以這個家庭背景來講 就開始在做生意上 就有一點點問題出現 問題是什麼呢 如果 即是有一個分枝 就是如果兒子或女兒 因為在東章 他又隱藏了 有沒有幫公司去工作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為什麼 你如果有幫公司去工作的時候 如果是一間公司 都會出薪給你 在這條片裏面沒有提及 隱藏了一個坑出來 其實這條片裏面有很多坑 首先 這位吳爸爸要營運一間中等或中上公司 他當然要應酬 如果你不應酬 又何來有生意 我先當它是正規公司 正規公司 你如果要應酬的時候 就要看你要群什麼人 通常很多人都無法把握 無論男或女 我做這行那麼久 我見這些東西見得不少 無論男或女都會出事 尤其是男性 男性為何會出事 就是他在做生意的時候 當然有一班朋友 這班朋友如果都是同一類的東西 說真的 去應酬吃飯 喝酒 喝酒的時候 談生意 隨時會不知誰 誰會帶朋友過來 有機會是這樣 未至於去威風 我暫時來說是這樣的 在這種層面裏 因為做生意要想很多很狡猾的東西 如果沒有狡猾的東西 就很難賺到大的錢 因為如果一兩個月有六百萬 六百萬進漲在公司的時候 有機會是進漲它的戶口 都不是小型的營業額 這間公司至少有大的營業額才有 很多時候喝大幾杯之後 大家威風的時候就出事 很容易 亦有個情況就是 他群埋的這班人 亦有機會切個局給他 為何呢 有時是一個甜頭 這個甜頭是什麼呢 我有一件事是這樣的 我有一個朋友 也是住在南區 以前他亦是挺懷孕的 那時他的家 大約十億八億左右的身價 不算太多 現在當然不是這個數目 肯定是暴漲得很多 我不講得太詳細 他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他亦是出去威風 然後當然他有一個太太 出去威風的時候 不小心 他經常都說不小心 這次是嬌爺 看到那個人怎樣怎樣 都挺漂亮的 在飯局裡面看到的 好了 看到之後 這個人當然花枝招展 主動獻秘 通常都是這樣 然後這位朋友不能接 當然搞到四分五裂 那時候我這位朋友 已經有一個小孩 大件事了 搞到整個家是富裕 不過完全癱瘓 完全不開心 心理上不開心 好了 然後他爸爸 因為我這位朋友 比我三年長大 我現在52歲 他55歲 以前他出事的時候 亦都是在40歲左右的時間 當然被這位吳爸爸 就早出事 好 接著這位朋友 當然一直玩下去 威風下去 這位女士 潛得她很厲害 當然是做了一切的事 即是那些什麼煲湯 那些全部都齊 你說七情六獄 包括淫獄 那些是完全齊 好了 當然整個人迷倒下去 好 接著 因為這位朋友的爸爸 即是我的叔叔 看到這樣的情況 他就想了一招絕巧 他總共 當時叔叔跟我講過 就是他用了幾十萬 大概是五十萬 之類的 就請一個私家偵探 去捕捉這個女人 天天跟著她 不用想 就是跟著她 不出所聊 這個女人當然跟她的生意夥伴有關係 簡直是亂了大龍 而且在外面亦有很多個 因為你知道 做得這件事 都是想追求一些比較好的生活的女士 有些知識就是這樣做 尤其是如果有利益上 他什麼都敢做 因為有些人是這樣的 好了 這位叔叔找了偵探去查他 當然有想有色 然後就回答給兒子 兒子 即是我的朋友 他都未相信清醒 好像中了降頭 在這裏就跟這位吳爸爸 是一模一樣的 這位吳爸爸這位小三人 有機會是已經入主了公司 不出奇 然後我朋友都未相信 還生氣了我爸爸 即是我的叔叔 我亦都在他面前說過很多次 說到差不多整個人 我們這段友誼是反面 好了 很快 這位女士很快就入主了她的公司 我這位朋友還想跟原配離婚 說了N那麼多的理由 就是這位原配 我相信這位家庭也是一樣的 這位原配是無法滿足她 心理上我出去做生意 就是比較需要位席 朋友需要交際 因為一切都說出來 其實這些事在軸勢內都知道 你玩歸玩 你不要上身 這些就是那些 再強勁一點的生意人想的事 我相信這位叔叔也差一點 這方面的把持就差一點 好了 然後這位女士入主了我朋友的公司之後 很快 然後她戀龍的拍檔很快 就掛了我這個朋友的客人 然後她突然間 你知道我朋友就很徬徨了 你要養人 她當時這間公司就不是很多人 大概是四十多人 四十多人我看到就是 但你要養著四十多人 每個人一萬元個月都要四十多萬 更何況不止這些東西 那就死火了 我向她爸爸求救 她爸爸很精明 就是我叔叔很精明 就是 行了 整間公司送給他 反正都沒有了客人 送給他就行了 你知錯 你肯在我面前認錯 知錯 我現在就借錢給你 當時我叔叔借錢給我這位朋友 你是可以做生意 但是你以後都不可以再犯這個錯 我朋友就真的洗心革面 又跟她原本的老婆真的好起來 整個人好像開竅了 之後她就跟我說回 當時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跟她說 你有錢還有錢 但是你見的人未必多過我 我們做這行 反而我們做拍攝這些 見的人很多 她有些很困難的 其實很容易看得到 因為說真的 黏起來是貪你什麼 你要衡量一下自己 不是財就是識 你自己想 你以為真的有真愛嗎 說真的 真愛就是結婚 那你結婚 你又違背了真愛 違背了承諾 當然是你不對 以上這件事是千真萬確 好了 這件事我也很衷心地 分享給這位吳爸爸 當局者迷 優美 不論你在有多少感情都應該好 其實有時要抽離一下 抽離一下想想 到底家庭重要一點 子女真的重要一點 還是這個小三重要一點 是真的要分清楚位置 有時當局者迷 有時喝多了 或是狂歡 有時有很多東西會蓋過自己的理智 以為這些是理所當然 其實不是這樣 當然 我補充一下 在以上的案件我已經和這位死黨 已經知會過 我先錄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他自己周圍跟別人說 當然這件事是他的恥辱 但是我告訴你 亦是他人生成功的轉裂點 原因是為什麼呢 當時我的叔叔 其實借給我這個朋友 不是很多錢 就是九十萬 當時我還在現場 我叔叔就說 這九十萬 在你花的錢裡是皮毛 不過你的能力 用這九十萬 你可以維持一間小的公司兩年 就是這句話 我的朋友就真是洗心甲面 就是用這塊錢去租一個小公司 租一下 不是買 因為我叔叔那裡有物業給他 但我叔叔是要他什麼都好 也不是要他太難過 要他重新做人 那他奮起來 當時很厲害 因為他以前就是 蠅姐姐 我也很喜歡車 他又開快里逛夜 都很炎耀 但是經歷了這件事之後 他終於知道 什麼叫豬朋狗友 做生意還做生意 做生意你可以用另一個層面做生意 大家談生意 就不需要用豬朋狗友去做生意 因為引一隻東西入室 或者入公司 就很快現形 這些事情 最慘就是 這位吳爸爸有機會 因為年紀大了 最慘就是去到之後 如果他真的 好像我朋友這件事 吳爸爸嗎 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的事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這件事 我這位朋友應該都很樂意跟你分享 我這位朋友就是用這些錢 他真的從小做到大 因為為什麼 其實叔叔背後是有些幫助他 他沒有了客戶 然後他自己叔叔公司 當然不是一間公司 我叔叔有很多公司 其實在那裡分了幾間公司的客戶 給這位朋友 之後我是知道整件事 但叔叔在這位朋友建立公司的時候 我叔叔勒令我 不可以跟這位朋友說任何的事 我真的沒有說給他 事隔了兩年半左右 我朋友那間公司就開始 才有錢賺 因為我叔叔 一開始不是馬上給他 是我的朋友自己去跑 做哪一行我就不說了 因為免得現了營 始終這條都是開放給公眾的朋友 因為免得影響我這位朋友 不過他圍內的朋友都知道這個轉捩 是可以怎樣 到現在我們都保持著聯絡 這位朋友 是我的朋友裡面 可以這樣說是我的榜樣 因為他錯到很徹底 他真的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還要去到負債 但是他肯奮發途強 改善他自己的東西 然後再去到現在這個情況 我告訴你 他現在做的生意 當然現在經濟差 不知道有沒有影響他多少 因為我不過問這些事情 但是 以他現在住的那間屋 已經是一個億 所以你想想一下他的家庭是多麼重要 即是叔叔幫一幫他 也很不幸 我先後兩個叔叔 即是我兩個死黨 即是兩個比較富裕的死黨 那兩個叔叔都當我是兒子 但是很可惜我這位叔叔 即是我這位朋友的叔叔 即是不幸 在去年也是過身 當然 我朋友也很傷心 這些事情 即是別人的家事 我就不再深入去 但是 不論如何 我就很想跟這位吳爸爸說 這件事是事實 如果你沒有了一個健全的家庭 其實 即是 很難發展到一個很龐大的生意 因為你也是做生意 當然你想著去到七十歲 這些年紀 做不做都算 這些錢都夠過世 我養著女兒就算 或者找一個 談得來的朋友就算 這些心態 當然你上了這樣的年紀 有一定的身家 當然有這樣的心態 甚至乎這位吳爸爸都會 可能想 兒子有沒有幫到公司 女兒有沒有幫到公司 這些東張沒有說 他也心裏有把尺 即是上了一定的年紀 會不會是 即是 隔離那個人會好些 通常都是有這樣的想法 不過有時候 的確是當局者迷 你想想 一個這麼年輕的人 你是有錢 但是 斷股這位吳爸爸 即是 你那個公司裏面匯給你三百萬 斷股你都應該是沒有一百億身家 或者五十億身家 斷股是這樣 即我照推斷是這樣 股下沒有罪的 其實 如果別人要拿你很快 你別以為自己掌握了全部 然後寫了字 因為我看到那封信 叫女兒住那裡 交了那個是律師事務所 你找到律師做事 就已經 要揮劍 要隔劍 甚至乎你要出招必去趕走別人 其實這樣也很無謂 為什麼呢 當一個人如果真的有機心 去入主了你 話事的領域裏面 即是吳爸爸你做生意 當有一群有機心的人 入主了你的管轄範圍 而你的親信 也未必是真的親信 當然有錢人是很複雜的 在想這些事情 這樣就大件事了 因為有機會別人會整你一鍋 這些是猜一下 沒有罪吧 整你一鍋就像我朋友一樣 真的整他一鍋 不是開玩笑的 這樣的時候你怎樣 你當時 就算你怎樣富有也好 當時你的身體已經跌到自理不到 那你怎樣 這些事情就是 當然我看這些都見不少 應該照顧劇情也是這樣發展 當然吳爸爸就有炮怨氣 但我看片段最後的時候 其實這位吳爸爸 在道德上它是差 但是它最後答出來的那一刻 都挺世界之下的 其實我覺得是有得談的 我站在我第三者的角度 我覺得是有得談的 因為它都不是斷然 斷然告訴他 女兒我不還給你 只不過在哪裏有錢 其實是敷衍的 說真的 你那間屋是二千年買的 別人建底 那間屋大約在什麼位置 那間屋值多少 你供了多少 然後去拍賣 也有夠錢 怎麼會沒有錢給女兒呢 當然也有些 可能是中間有很大的磨擦 令到兩邊都走向極端 所以我有一個修行的分享 就是千萬不要吵架 因為一吵架就打 無論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都是這樣出來 吵架是最差的 因為一吵架 你根本想解決不了的事件 喂大哥 你是小孩子玩泥沙嗎 做人不行 叫什麼呢 其實任何事情都有解決方法 好 接著我長一點說 那女兒 那女兒在東章裡 也有很多觀眾留言說 那女兒還住在一間屋裡 那老公 有些人猜她是否單親 當然這些也是賣國關子 那其實 如果站在女兒的角度 其實她可能很疼愛我媽媽 因為說真的 我全部人都不認識 我是在鼓 希望可以開導她們 好了 如果照言語裡 這個女兒可能很疼愛我媽媽 這個女兒 如果她有得層樓的時候 東章也沒有說 那你有得層樓的時候 都得這層樓 是你自己找回來 還是她父母給她 還是她老公給她 是吧 很多因素 好了 但東章當然 是一條片 當然重點是說錢 就是六百萬 其實六百萬 在這個領域裡 真的太少了 這個領域太少 六百萬 不是多少錢 不是多少錢 因為你看賬面數 都是這樣 但為什麼會決裂到這樣 我就跟這位女兒說一說 道德上 你爸爸的確是錯了 也世俗不會容許 為什麼呢 你爸爸是違背了結婚的承諾 其實這些事情 家有喜事已經做了給你看 黃八明先生飾演那位角色 然後吳君如又飾演其中一位女主角 有機會 黃八明的角色 就是等於吳爸爸 家裏有個黃麵婆 也不了解她在外面做生意的事 現在有個小鳳仙 吳爸爸的年代就是小鳳仙 又或者是有些美女黏起來 你想想是很容易得手的事情 其實 裏面的關顧 其實家庭的關顧 我也看到很多有錢人的家庭 關顧是不夠的 坦白說 我從事攝影那麼久 尤其是拍攝禮 我只見過一個家庭 即是富有的家庭 倫理是關顧到 那位父母 當是媳婦 當是女婿 真是子女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家庭 很可惜 所以我才想去修行 去了解這個世界 因為每個人 以前都不會懂得做人 包括我在內 是要學的 做人 這個女兒 我很衷心跟你說 其實 如果你爸爸跟你在這裡住 而公司是在供層樓 在我講之前 而他仍然都被你在這裡住 即是未至於這麼僵 其實倫理 是應該要修補他的 好了 你爸爸做錯了這件事 他黏了他 那你可以用回 我叔叔的情況 當然 現在你可能沒有錢去做這件事 這件事沒有辦法 不過這也是一個方法 或者有其他方法 其他觀眾朋友可以留言 有什麼方法可以抓他 因為現在很多KOL 都是特工隊 你可以發訊息過去 看看這女兒是堅定留的 這位女士 你四十多歲 當然在東章的影片裡說出來 都是很粉絲質 就是我媽媽 我很疼我媽媽 諸如此類 為什麼媽媽離開後 小三就進來 然後你就不妥 小三 跟爸爸就決裂 其實這件事真的有話 是要談的 為什麼呢 那間屋如果是公司出來 其實如果你不是公司的股東 你是無權去左右 那個爸做些什麼 因為如果你強行說我 對不起媽媽 那件事 其實很多網友都說 的確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因為如果 那個屋主 真的是你爸 但是 他要引小三進來 因為原配死了 那分分鐘 他會跟這個人結婚 甚至乎現在簽了紙 都不定 這些也是猜一下 因為東章也是沒有說 他把他引進來 道德上是不容許的 但是你如果堅持他 一定不能進來的時候 其實這個真是很現實 很悲哀的事情 其實你就跟這個爸爸談 可以 沒問題 我可以 你可不可以 我住的房間 仍然是我的 其他東西仍然是你的 大家先劃清界線 因為你現在說自己沒有屋住 好 第二件事 其實你這麼辛苦 對著爸爸這麼辛苦 你又有一份工作 做的時候說真的 你也可以跟爸爸說 我那塊錢在你那裡 你不如我出去租一個地方 就在這塊錢給我 你也可以搬開 那你就不用對著爸爸 當然你會想 如果我走了 那個小三進來 就留著爸爸 這件事我剛才已經說了 我朋友的例子很快現形 這件事你阻止不了 你阻止不了 你阻止不了 除非你是有一個 像我叔叔那麼有能力的人 去鎮住牆 但我相信 這個女兒和她哥哥 都應該沒有這個能力 這就是不幸的現實 你有一個不幸的現實 你不如有很多東西 可以約會三張 當然現在一補冬章 其實你不要以為 你這位吳爸爸的樣子 是蒙的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猜到 是哪位 因為他在圍內 都會有很多朋友 亦都可能是 落了她的面子 如果以吳爸爸的角度 因為你當他當局 就落了她的面子 那你哪裏有傾 哪裏有彎轉 即是好像那時搞政變 那時2019年 那些人經常掛著口邊 什麼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其實是很傻 很幼稚的說話 這就是說 你不會和別人談 你兇了 那是不能談 所以就導致香港這樣 其實這件事 我現在很衷心和這個女兒說 其實這件事是一樣的 你根本上是不能談 既然有這麼殘酷的現實出現 我剛才提議的事情 其實希望可以幫到你 這些就是 我很想和你們分享一下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一個家庭 善撒一定有的 增產也一定有 這是現實 但是是否要去到上庭 去到法律層面 其實有什麼給錢更重要 自己去想一想 有很多人 有七情六欲的時候 很強的時候 當然他要滿足自己身體的需要 其實他忽略了 其實這個世界上很多東西 都超越了你所需 尤其是你現在居住 即是一間這樣的屋 這間這樣的屋 我剛剛看過地產 不太多 用一個億來代表 好嗎 你當你一個億 或者你說現在夠了不夠 可能八千萬 又或者高了 又或者1.5-6億 這些我看過 其實他的開支很大 因為你每個月 你的管理費 你想想 你一個單獨屋 你的管理費多少 普通仔打工 一個月的人工 都未必夠給你的管理費 你想想 你的家庭開支是多麼大 其實每個人都有壓力 我希望這段影片 可以多些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希望這些悲劇的事件 或者有時他們看不通 看不化 大家各執一遲 就越走越完 極端 所以有很多時候 或者參透一下 有很多事情 你的心靈 未必是你一個怒氣 又或者是一個錢銀 可以衡量到 有很多事情是比錢更重要 所以去修行 理解一下這個世界 有很多事情 其實自己已經多了 所需的已經多了 當然 吳爸爸 你都放低一點 為什麼呢 其實你的女兒 應該都是沒有彎轉 才去找東章做這件事 你在結尾的時候都說 你四十多歲才來搞我 你這種怒氣 其實兩個 其實都是一個 大家不妥協的點 我在這裡 希望說真的 打死不離父子 父女 那小三說真的 那小三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好事 吳爸爸 你自己去衡量 我剛才語重心長所說的說話 你是我的前輩 我都希望你說真的 讓女兒走路 如果那條路 女兒沒有路走才做這一步 但其實她做這一步的時候 她都未必有心思熟慮過 因為這件事會影響整個事情 真是開戰 已經去到戰爭階段 所以有很多時候 我站在局外人 就心平氣和一點 吳爸爸說真的 你給不到六百萬 給女兒 如果是真的話 你都給著一塊東西 先給女兒 你不要說沒有錢 我剛才已經說了 你不會沒有錢 怎麼會沒有錢呢 除非你說 扎在股票上 扎在女兒上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扎在女兒上 你失敗 你盜行未夠 好了 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可以開解到 又是一個家庭的悲劇 希望香港不要那麼多 我們下條片見 謝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香港越來越好 拜拜